却生命是终生命苦的难 若是佛法的大慈大悲 世间佛陀的独生奔怀 接下来请收看 海涛法师红法讲座 观自在菩萨 心声薄热薄明何时 朝见乌云皆空 独一见苦 沙利子 色不一空空不一色 色几生 是空空几十色 手相行事与你 浮世 沙利子 枯萨相行事与你 沙利子 乌云耳鼻舍山迷 何色声相为初放 无言间乃至无一世间 无名义无一情 乃至无老死义无老死情 无哭泣灭到 无知无达 温暖灭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大家更吻脸 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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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 多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 因为众生都在苦的状态 哪怕现在他是董事长 他现在是运动选手 因为那个都是一个暂时的现象 健康的总比老病在一起一定分开 有生命的无不死亡 做高位的必定下台 这个世间的一切 都不是你现在看到的那个样子 所以越健康的越怕生病 越有钱的就怕穷 为什么 因为这是没办法避免的 一切都在变化无常 所以因为无常所以痛苦 所以因为无我 无我就是你没办法主宰 一切都没办法控制 一切都没有单独存在 属于空 但是因为世间人不了解 这个无常苦空无我 他认为我这么努力 我可以得到所谓的幸福 但是呢 没有办法 只要有身体 就有生脑病逝轮回的痛苦 所以只要你有心态 你就有很多东西满足不了 爱恨别离的问题 所以凡是有生有心的 都在痛苦 跟人一样 动物一样 轨道一样 天道一样 现在很快乐 但是不究竟 这个不究竟是他福报 享受完了 时间一远到了 他就直接要堕落 地狱到鬼到或畜生到 轮回 所以呢 一切都是苦的 为什么 因为一切都空无自信 没有永恒不变 都是虚幻的存在 所以各位你要用这种眼光 就像刚刚我们为往生者在念心经 希望往生者能够体悟这个空性 如果他没有这个空性 他执着身体是我 我现在在地狱 身体是我 我现在做轨道 他很痛苦 甚至他执着他的感受 想法感情 分别意识 他也很痛苦 所以各位念心经就是在跟他 用慈悲心在跟他说法 观智在菩萨说 行声波罗波罗 你要有智慧了解 看清楚啊 照见五蕴皆空啊 所以 你要让自己脱离身心变化的 种种的痛苦 等等等等 那各位就要把这个心经 经常念诵 也在为自己说法 净化自己 你净化自己 你不可能叫说 告诉我 你不要生气 我来生气 不行 所以自立 立他 你要让这个心经 这个空性 融入 故空中无言而彼此生意 所以是诸法空向 这个世间 凡是一切有情存在的 都是平等的 不生不灭 也没有生也没有灭 不够不净 也没有肮脏 也没有干净 也没有增加 也没有减少 不增不减 但是我们 一般仿佛都认为 有个生有个死 有个增加有个减少 有的好也不好 因为没有看到真相 所以很痛苦 一波罗波罗蜜多故 心无挂碍 如果我们有看到真实面貌的智慧 那你内心里面就可以平静 也可以生起永恒不退的悲心 最后成佛利益众生 所以各位要经常去分析 不要被这个世间的假象影响 就像各位看到你的相片 哎呦 怎么老了 会伤心 哎 怎么看起来健康和快乐 那事实上那个跟解脱没关系 跟慈悲也没关系 所以 这个就是问题之所在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 当他执着有钱 我们就替他很受苦 因为他将来必定 这些也带不走 所以各位要经常保持这个悲心 当然这个悲心是来自于 能够了解世间的变化无常 所以看到真相 就像你看到你的女儿 现在十七八岁 想谈恋爱 买衣服 可怜 又中毒了 掉落枯海了 所以有人在吸毒 你一定会觉得他很可怜 那什么是毒呢 就是因为没智慧 我直 生起了这些贪心 称心 于是邪见 傲慢 嫉妒怀疑 种种种种的 这种不好的 负面的烦恼 因为这个烦恼就会造业 造业就不断受苦 那我们要一直去思维 这些轮回众生的痛苦 所以红色的代表三三道 黄色的代表 往生者乃至三二道 那六道众生呢 都在不断的生生灭灭 不停止的轮回很痛苦 所以我们佛教 特别大乘佛教的目的 就是要帮助六道众生脱离轮回痛苦 叫慈悲 那慈悲 那你要用什么方法 就像各位中午 大家吃完饭了 这也是慈悲 因为这样我们 才能够继续的努力 那我也很希望各位 今天来参加法会是慈悲 而不是说 我不用上班 所以我去了 那是因为我要去利益众生 所以我去学习利益众生的方法 而且真实我们也在 用我们可能的范围去利益众生 为他们点灯 为他们做阉供 做阉供很危险 隔壁会抗议的 但是做吧 还是做小一点 替他们小载八度 替他们写了很多牌位 所以我下午很想跟各位大家互相讨论讨论 因为我们在伦敦 也在世界各地都成立慈悲协会 那很多人就问我说 你成立 我们成立慈悲协会要干嘛 就是要慈悲啊 没有别的想法 因为慈悲才是佛法的精髓 慈悲才可以安动我们的生命 慈悲才可以让你内心平静 慈悲才能够成佛 所以当然慈悲不是每天坐在寺庙里面 谈论慈悲 那至少在谈论 那是看经典 找到正确慈悲的方法 所以找到了以后 那一定要化为真实的行动 去慈悲 老人院 骨尾院 医院 有人的地方 甚至那天我们去西门市看到这么多人 那我们出家人坐在那边 慈悲 你用你的方法去慈悲 希望所有的里面的帝王 往生者 能够真实的升天 希望来参观的人 都得到我们累积所做慈悲的力量 留在那边 就像我们回向出去一样 所以那天我跟我们慈悲协会的理事送部 他说每个月 如果各位住在伦敦 大家应该 约好时间去不一样的教堂 念经 不要出声音 因为悲心很重要 愿意让我们出声音更好 你只要给他解释 你在念什么 这个叫慈悲的声音 大悲咒 就像七星圣母玛利亚一样 七星上帝一样 我们只有共同的目的 希望众生能够 往生者也好 活的人也好 得到一个正面的 光明的 快乐的 暂时离开痛苦的 那大家应该集合这个力量 所以去跟任何宗教解散愿 表达我们无所求的慈悲 不是去改变对方 我对方希望健康 我们做了很多健康的方法 来感恩对方 所以基督教说 死比受有福 所以能够让我们去感恩 希望对方快乐 我们更快乐 这样而已 所以虎牧区也好 乃至河边也好 那边纪念公园 听说那边有女皇后被砍头 等等 特别在伦敦 这么多人 那各位也可以阻断去大英博物馆 哇 里面木乃伊那么多 所以里面有非洲的纪念品 有各国家的古时候传下来的纪念品 那这些都有代表无量式的一个生命的轮回的状态 不管你到哪里都可以 你去大英图书馆 那也希望所有的人都有了知识 有了智慧 所以我在这边也希望大家 如果有时间愿意参与 大家互相帮忙 能够去关怀独居老人 对我们修行慈悲很重要 因为如果你不去做 你得不到慈悲的力量 所以就像各位把饼干拿去做烟供 你会觉得你自己很快乐 不是欲望的快乐 那是一种慈悲的快乐 所以你到海边河边去喂海鸥 你觉得你很快乐 如果在英国伦敦要救一只鱼很困难 但是能够救一只就很快乐 那这一点 那我们组这个慈悲协会 所以我这次去 我们去爱丁堡 纽喀什格 我们有很多居士都一起来 事实上每次做的工作都差不多 就是能够做的 慈悲的都去做 所以路边树 看到树就给它滴几滴水 希望这个树长得更好 这个水里面有甘露 所以不管到任何地方 一只小蚂蚁如何对它慈悲 当然各位如果有时间要慈悲 像各位现在已经回旗子了 又给各位一个金凡 车子要开始开 开到有养牛跟养羊的地方 透过这个风 透过你的车子 然后这个风吹出去金凡 希望这些羊 这些牛 将来永远就脱离上额头 希望养羊的人有机会 也能够听闻佛法 搞不好他就不会杀他了 在我们台湾就很多次这样 因为不断地宣传 养猪的人 养牛的人 听到了 还是他生病了 他儿女听到了 他就把这个道理告诉他爸爸 有些人会决心好不好 全部卖的 他就打电话给我们 你们买了吧 我们就不杀了 当然还有条件 要给他钱了 至少他最后一次了 我们就给他钱 希望他卖便宜一点 再来场地呢 他就直接租给我们 再来呢 人呢 付你薪水 继续养 那你要慈悲 你要有 要有资粮 要有方法 就是因为这样 就养了越来越多 猪啊 羊啊 鸡啊 这是无止境的 它是代表一种 无止境的慈悲 这只牛只要活一天 我们就多了一份慈悲 所以 因为有慈悲心 你才想要成佛 而且慈悲心是来自了解众生的苦 刚刚讲了 无常苦空无我 是世间的真相 但很多人不了解 所以你已经了解了 这个世间有什么好追求的 只是各位现在是在家 你还没办法百分之一百去做 但是至少各位朝这个方向 因为你朝这个方向去做 你世间的执着就越来越少 如果你不朝这个方向去做呢 你会觉得你现在 有一点孤独也好 生病也好 有一点不顺利也好 你会觉得心情还是不好 所以佛陀说 慈悲心菩提心是超越解决 所有烦恼痛苦唯一的方法 因为生命最大的痛苦就是我止烦恼 那我止烦恼如何消灭 也不是你坐在那边消灭 站在大城后 你只要去慈悲去发菩提心 我止烦恼就不见了 太阳出来黑暗就晓出 太阳出来冰块就融化 所以站在解脱道还有一个 有一个贪嗔痴轮回可以消灭它 要努力消灭它 站在菩萨道不用的 所以你只要去慈悲 你只要蒸发菩提心 所有的痛苦烦恼没有了 所有的福报 你不是为了福报修的 会让你更有福报去慈悲 更有福报去成就成佛的质量 所以 那当然我们就要去讨论 什么是慈悲 什么是菩提心 那我现在在修行符合菩提心吗 有些人整天都不出门 这样符合慈悲心吗 有些人整天都在跑魂牧 跑魂牧很认真 这样慈悲吗 有时候不一定 因为你的动机有时候有所求 你没办法体悟这个无常空性的道理 那慈悲心就有限度 虽然外表上大家做的事情都一样 所以 不是演戏给别人看 也不是说 就像我是个法师 我经常带别人去慈悲 所以你们要护持我 这样 我是一位修行人 我带人家慈悲 你们钱交多一点给我 我要做什么做什么 那这样就是假的慈悲 因为它有个目的 所以真正的慈悲不能有 有个人的自私的任何一个目的 那这样你才能够借由慈悲 当然慈悲里面就包 不思啊 慈悸啊 忍辱啊 精进啊 禅定啊 智慧啊 六波罗蜜合起来叫慈悲 所以慈悲波罗蜜包含 包容六波罗蜜 所以慈悲的人一定要不思 慈悲的人一定要慈悦 那慈悲的对象不能分别 我喜欢祝念 我不喜欢放生 我喜欢放生 我不喜欢做学生关怀 我喜欢干寺庙 我不喜欢救贫穷人 那这个都不慈悲 这只是一个执着 你认为你在慈悲 慈悲是因为 万事万物都在深深灭灭 有情都在轮回痛苦 那你要想办法 对它慈悲 真心的关怀它 就像今天早上来 我们特别写了一个牌位 昨天我们做了很多回向 他就忘了回向 忘了念出来 少林寺的土地公 所以我们菩萨就有师父 少了一个回向说 哦 真的忘了 所以 他默默的守在这个地方 所以他希望得到功德大一点 他难道一天天做土地公 他真希望做高一点 所以 那当然你要把功德感谢他 供养他 他能够更有力量来护持佛法 所以我想 慈悲必须要有智慧 比如说你对你的儿子很好 你认为那是慈悲 那是我儿子 但是你旁边的 邻居的小孩是饿得要命 你却不理他 所以这不叫慈悲 慈悲既然你的儿子会肚子饿 那隔壁的小孩吃饱了没有 英国的小孩吃饱了 非洲的小孩吃饱了没有 人吃饱了 动物吃饱了没有 你的往生者希望他去极乐世界 那其他众生或其他国家 有没有超度啊 那你要一直去想这个 所以如果说 如果我们要真心慈悲的话 那你无时无刻都可以慈悲 因为这个世间 眼睛打开来就是苦 世间就是苦 西方才是乐 这个世间没有一样是 快乐的 世间所有的快乐 都会变化的 都是苦的 那各位这一点一定要去思维 如果你不去思维 你会觉得 我先生对我很好 所以我很快乐 我儿子对我很孝顺 所以我很快乐 那你又被麻痹了 又被蒙蔽了 那你要去思维 他对我这么好 我爱他 我就是希望他离苦得乐 你要用佛法的尺度 去关心对方 而不是用世间的感情去抓住 执着对方 就像一个小孩子跟他妈妈说 妈妈我要出家 你不能出家 你不能出家 你出家我老了靠谁 我一定要看到你 那是妈妈不慈悲 因为他不懂佛法 你讲他错 他更骂你 但事实上 他讲个实话 如果哪一天 你的儿子要出家 你不让他出家 七辈子 堕落恶鬼 七辈子瞎眼 贫穷 因为你断了他 你断了他 离苦得乐的路 断掉他 所以能够让别人出家 能够赞叹别人出家 就像以前在印度 有很多有钱人 他养了很多奴隶 那佛陀说 你能够放你的奴隶 去修行出家 你将来升天 所以我们有个 祈陀太子 祈元青涩 那个太子 他为什么做太子 福报很大 因为过去他把他的奴隶 告诉他们 你今天不要扫地 你们去扫佛塔 那个功德大 他经常告诉他的奴隶 你们都去扫佛塔 都去做这个 这个好 我薪水照给你 因为他让这些人 寄了很大福报 让他自己升天 升天来 投胎做人 天王又来做王子 又有机会 布施土地给佛陀 结果他是 土地是他卖给了 几孤独长者 然后树他供养 所以我们叫祈元几孤独 祈陀几孤独圆 就他们两个合起来 最后还是有生天 这个是一个福报 所以我这样讲的意思 我希望各位 把握机会去慈悲 当然我很喜欢做烟共事 因为没地方做 所以至少点个烟可以慈悲 供个水可以慈悲 撒甘露水可以慈悲 就是说 不想要让自己离开慈悲心 我读经典也是为了慈悲 现在看华阴经 看法华经 思维佛教很深的道理 那是为了慈悲 把这个修行的力量 马上回向给众生 好像众生就在我面前 我在念心经 念金刚经 在思维 就像在跟他说法一样 希望这些轮回的友情 得到金刚经的超度 那做什么事情都要 不离开慈悲心 所以各位你要把你的生活 穿衣服的时候要想到 愿众生都有衣服穿 而且真的你要布施衣服 你不能愿众生都有衣服穿 你的橱柜里面这么多衣服 因为有些人就是这样 舍不得 自己也不穿 也不给人家 要放到发黄 死了才烧掉 因为他这个习惯就是拿不出去 那什么叫 为什么要布施最好的都给别人 各位开始学这个 这边放一百块的 假设有一百瓶棒 这边放四块 别人要拿一百的 你不要每次抽一块的 代表你虽然有布施的心 但是你还是很吝啬 所以你赚不了大钱 水龙口开口那么小 赚不了大钱 赚大钱都是有大气的人 这是你观察他的习惯就知道了 给自己的多一点 给别人少一点这样 那这样呢 你就没有改变你的习惯 所以慈悲要透过勉强 勉强 所以每次各位吃饭都要先供养 供养三宝 供养父法神 供养六道众生 再来 阿公阿嬷 父母祖先 然后真实又不失 这就是吃饭要慈悲 穿衣服要慈悲 喝水要慈悲 各位现在都会干露水真言 喝水的时候 所有把供养十方佛 我消除恶业六道金养 六道众生 点一点 点六 六滴又给父母祖先 喝个水都要记得慈悲 那就是佛教也 我们有一个慈悲的生活 那我们出家比较容易 因为出家我就不用为了自私的金钱去赚钱 去竞争 为了自私的感情去维护这个家庭 你要维护这个家庭 那你就要自私 你只能特别爱他 那你没有很多时间去爱护众生 所以当然出家是一个慈悲的方便 但是在家如果能够慈悲 那更难得 只是各位这样讲以后 你会发觉像各位现在生活在英国更要慈悲 因为如果你生活在中国 像我们在很多佛教的地区 很多人在拜佛 很多寺庙在念经没有问题 英国少林寺就靠各位来念经 因为只有各位